第101章 地狱一夜游 上 掌控圣痕的第一步 就是将解脱者之城带来的力量 完全收敛起来 上次你磕的那三力 超过一半的力量 都被你这么浪费了 乌鸦站在桌子边盯着它 还记得你见过的那几个生化者吗 兽化最明显的几个 那都是弱鸡 兽化的部分越多 它自身的控制力就越弱 哪怕看上去微风扒面 也就只是个样子祸 圣痕不是独立的 它是你的一部分 你就是圣痕 圣痕就是你 你要去掌控这奇迹 将它同你融为一体 可我控不住啊 怀尸沮丧地摊开手 随着手臂上火焰地抑制 饱含结灰的原汁之火 就从它的手掌心喷出来了 足足两尺多高 这倒是一门挺好的攻击手段 看上去酷炫十足 但完全就没有 起到任何抑制作用啊 首先 你需要先平静下来 心如止水 乌鸦建议道 先试试冥想吧 你冥想训练 不是挺成功的吗 怀尸起身 从楼上把琴枪扛下来 小心翼翼地收敛起了火焰之后 刚刚拿起琴弓 就听见细碎的声音 自己用力过猛 快要把琴弓捏碎了 他试图放松 琴弓就从手中落在地上 可下意识地收紧时 琴弓就干脆利落地碎成两段 就连琴锦的纸板上 都裂开一道缝隙 得 幸亏家里 还有一把备用的琴弓 这一次 怀尸小心小心再小心 终于没有捏碎 可当他试图演奏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完全静不下心来 五内如焚 在结会的剧烈暴动之下 他心烦意乱 脑子里不断闪现各种 让自己不快的场景 就拉出来的声音 都变得尖锐刺耳了起来 他甚至开始怀疑 冥想是否有用 定力不足啊 乌鸦感慨 你知道李箭琥珀的训练方式吗 嗯 在银周 五是会结合僧侣的缠定 来进行精神上的锻炼 意图领悟所谓的夜影 归根结底 就是让自己进入绝对的冷静状态 到最后 就出现了名为刀缠的修行 就和你现在做的一样 乌鸦缓缓地说道 你可以放纵 但要有所保留 你可以狂热 但不可跨越界限 你拥有奇迹 不是奇迹拥有你 否则这么放纵下去的话 你迟早会被高阶的圣痕童话 变成行尸走肉 我懂 我懂 怀石咬牙 努力地摒弃掉那些充斥自己意识的纷乱念头 想要投入到情声中去 可哪怕有这么多年的习惯 依旧断断续续 他始终无法投入到其中去 直到乌鸦在他耳边轻声嘻喃 你想一想 你每单个一分钟都要烧掉一万 一瞬间悠扬地琴声响起 怀石 心如止水 这绝对是怀石拉青拉的最痛苦的一天 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钟 浪费了四颗解脱者之沉之后 他才终于在冥想的状态下将原汁之火 初步收敛到了一个稍微可以让人接受的范围 而解脱者之沉所带来的特殊状态持续时间 则拉长了三分之一 到达了十五分钟 低功耗状态之下 怀石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自己仿佛要窒息 可偏偏却保持着清醒 忍受着来自体内的巨大压力 这么训练下去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就可以出现成效了 乌鸦汉手终于放他去吃完饭了 而房叔好像掐着点一样 在他坐上餐桌的 瞬间便盛上了令人食指大动的晚餐 然后自豪地站在旁边看着怀石大口饕餐 怀石抬头茫然地看着他 房叔你不一起吃吗 有劳少爷挂案 在下已经吃过了 房叔拍拍胸脯 颇为得意地说道 再过几分钟 热水就烧好了 稍后少爷 你可以去洗个澡 换洗的衣服就在浴室的篮子 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怀石摇头 不用换了 晚上我打算再训练一会 换了也是一身汗愁 不 过犹不急 今天到这里就可以了 晚上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 我们另外有节目 乌鸦低头 一口吞掉足足比自己脑袋 还大了一圈的蜗牛 爽快地长出了一口气 赞叹道 手艺绝佳 房叔愉快地微笑了起来 弯腰示意他们慢用之后 无声地离去了 啊 总觉得过意不去的样子 怀石挠头 他一个老人家 每天干这么多活 良心亏欠啊 你可省省吧 乌鸦瞥了他一眼 他现在是食髓管的化身 不要拿人的标准去衡量他 维护这里 就好像你每天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哪里有你想的那么艰难夸张 真要感谢他的话 就赶快进阶 然后下边境去找点好材料回来 把这里修缮一下 灵官的维护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你得有点紧迫感和心理准备 我懂 我懂 怀石点头 三口两口把饭吃完 稍微休息了 一会之后去洗完了澡 穿着睡衣靠在沙发上 一脸咸余地不想动了 晚上你说的什么节目啊 刚刚不是说到了边境吗 乌鸦挥了挥翅膀 命运之书飞出来 书页迅速翻动 最后定格在红手套记录中 最后一页残片上 今天就让你亲身体会一下 什么是边境和地狱好了 视像分支点落 怀石闭上眼睛 熟练的眼前一黑 像是过去无数次那样 感觉到自己渐渐支离破碎 宛如无形的气态 和雨水那样扩散开来 缓缓融入了命运之书的记录里 再一次的成为了红手套 第一次睁开眼睛 所看到的是血和肉中 粘连结合的生命 被称为胚胎的东西 和被称为胚胎的自己 冰冷的仓库中 无数悬浮在培养敏中的胚胎 排列成阵 蔓延到了视线的尽头 生命好像鱼苗沉睡在无数鱼缸里 等待成熟 第二次睁开眼瞳的时候 看到了钢铁的摇篮 还有白衣的护工 他们带着消毒水的味道 面无表情地为自己换上止尿布 然后哺乳 紧接着 就是无数破碎的断片 好像成长的过程被省略了 残留在记忆之中的 只有注射 检查 和每日重复的忠诚教育 剩下的不是被遗忘了 而是被刻意地截断了 不被容许存在 云以抹除 整个过程好像流水线上的生产 一道道关卡不断地加工 合格地通过 不合格地销毁 在17岁之前 将意识交给牧师 狂热的导师们 不断地将忠诚铭刻在他们的脑中 将躯窍奉献给给祖国 冷酷的教官 不断地在他们身体中 添加同类厮杀的技巧和本能 最后 从10倍以上的数量中 领选出470个 被称为完美之人的成品 仅仅是这些浮光掠影的片段 就足以令怀师发自内心地 感觉到了恐惧和厌恶 生命好像是产品一样 被一只只手掌摆弄着 向着计划中的方向生长 在冷漠的审视中 对各项指标 甚至生育能力进行评定 合格者通过 不合格者销毁 如是顺着流水线向前 通过一道道检验 一个个难关 终于 在诞生的第17年的时候 迎来最终的试炼 今日 你们将迎来最后的考验 也将对你们17年来的努力 进行评判 合格者将在升华之后 成为一位令罗马未知骄傲的公民 微笑的学者们 站在一台巨大的机器旁边 为一个个接受测试的学生 送上了祝福和道别 牧师们高以圣牛 导师们文言鼓励 教官们严肃叮嘱 整个世界好像都温情起来了 如此善良 直到怀师所代表的那个人 走进了庞大的机器之中 固定四肢 被束缚在十字之上 最后被宛如仓鼠球一样的仓体 封闭在其中 不可思议的是 依旧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 那些和煦温柔的面孔 那些期盼的眼神 还有那些抱以期待的庄重神情 他看到角落中那个 被称为深度计的显示内容 陷阱 紧接着 无数仪表上的光芒亮起 各种古怪的参数 迅速地变化着 直到最后 隔着舱门 他看到牧师在庄严的吟诵中 将拉杆猛然扯下 就好像斩去了断头台上的绳索 那一瞬间 剧烈的震荡开始了 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尖锐声音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剥离了 或许是理智 或许是空气 或许是什么人类赖已存在的东西 边境 他从天而降 但好像又一直在那里 现实的泡影破碎了 他窥见了隐藏在帷幕之后的场景 剧烈的眩晕和痛苦中 他看到舱外无尽的黄沙 好像延伸到天地尽头的荒凉和孤独 天穷遍布裂隙 甚至露出黑色的缺口 有巨大的东西 从破碎的天穷之后飞过 在大地上投下了猙獰的阴影 风中传来了咆哮的声音 有隐约的影子从舱外走过 他们成群结队 排成了漫长的队列 仿佛幽魂一样的模糊轮廓 在烈日的暴晒之下扭曲 在其中有什么东西 向自己投来漠然的一片 带着恶毒的嘲弄和慈悲的怜悯 恐惧令自己呼喊出声 可是好像没有人听见一样 他们渐渐远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剧烈的震荡再一次开始 他开始了下坠 更多的东西被剥离了 或者说将自己抛弃 他沉向了更深的地方 第102章 地狱一夜由 下地狱 深度一 舱外是荒芜的古城废墟 枯骨与腐朽的钢铁倒在四处 好像经历了灾难 又好像没有 只是摔袖 一切都是寂静的 整个城市好像已经死去了一样 化作了废墟 只有那一座破碎的庞大拱门之后 天穷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醒了 睁开眼睛 巨大的眼瞳如月一样俯瞰着他 在宛如浮烂物堆积成的天空 和废墟一般的大地之间 一张张惨白的面孔 像是蝴蝶一样 飞舞在血色的月光之下上 寒冷像是粘稠的潮水一样 一点点地将它吞没了 夺走一切温度 怀师忍不住开始喘息 那记忆之中的 所传达的惶恐和不安 简直像是潮水一样 不断地冲击着他 他只能不断地将那些负面的情绪 从自己身上剥离 变作结灰 就算是如此 也依旧无法阻挡那刺骨的寒冷 古毒一样的痛苦 在意识的深处尖叫 那个被实验者在放声怒吼 啼哭 想要挣扎 可是自始至终 都无人同他说话 只有剧烈的震荡 再一次开始 深度机再一次做出了显示 深度三 舱外传来了轰鸣 无数重型机械运转的巨像 触目所及的 是镂空地面下涌动的熔岩 还有遍布铁锈的流水线 这是建筑在地域之上的工程 庞大的流水线 在不断地转动着 一排排星红的挂钩之上 悬挂着数不清的人 他们好像还都活着一样 不断地挣扎 绝望哭号 随着流水线的转动 被一个个地送往了车间之中 在不断地切割和碾压之中 惨烈的丝鸣尖叫消失 到最后 只剩下钢铁摩擦的尖锐悲鸣 最终 从流水线变成一张张桌椅 台灯 钟表 铜镜 送入了黑暗的最深处 深度七 战争 战争像是洪水和火焰 淹没了一切 厮杀的咆哮声充斥在耳边 怪物和怪物之间厮杀在一处 成千上万的巨人们汇聚在一处 浑身覆盖在钢铁之下 宛如奴隶一般 在主人的鞭挞之下嘶吼 踩着尸骸向前 那些锁链扯在一个个更加巨大的生物搏梗 那十几个足足有数百米高的女人 她们浑身赤裸着 亚麻色的头发燃烧着火焰 悲气哀嚎 被拉扯着向前 在痛苦和绝望中放声歌唱 背后仿佛羽翼撕裂的伤口中 滴下了炽热的血 头顶悬挂着残缺的光环 歌声沙哑又尖锐 赞颂死去之神 深度久 无尽的海洋 原始生命汤沸腾着 庞大的巨兽和怪物们 彼此吞食 又在天降的雷火 和军烈大地的岩浆中 化作灰烬 再一次开始徒劳的轮回 深度时 黑暗 永无止境的黑暗 荒芜之中 有一个背影静静地坐在铁石 仿佛囚 他在说话 他在歌唱 他在舞蹈 等待死亡 深度 混沌 一片炫目地光 死亡 毁灭 神灵 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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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穷尽的坠落中 他学会了恐惧 开始了尖叫 陷入了疯狂 最后 领悟了绝望 最后的最后 在一切即将毁灭的瞬间 那个人下意识地 喊出了那个名字 妈妈 于是 一切都戛然而止 黑暗袭来 他醒了 自凡人的蒙昧和稚固中 灵魂巨献 升华 开始了 怀尸睁开眼睛 呆滞地看着天穷 许久 终于反应了过来 哪怕早已经习惯了恐惧 可当他化身为红手套的时候 却依旧难以抵抗他曾经所感同身受的绝望和痛苦 简直就好像 是将人丢进深海里 逼着人去长出鱼腮 太过粗暴了 粗暴的就像是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一样 妈的 他感觉到脑袋一阵剧痛 缓缓撑起身体来 将乌鸦递来醒神茶一口喝光 许久才终于轻松了一点 看起来地狱深度游的效果 非常不错呀 乌鸦吹了声口哨 红手套那个家伙 大概是为了避免死后情报泄露 提前做了分裂手术吧 留下来的记录 简直乱七八糟的 最有价值的 大概就是这一段了 那个机构 他是被 没错 六十多前冷战的时候 为了应对东夏和俄连在东线的压力 那个时候的神圣罗马 做决定通过人种筛选 合基因修改 创造出升华者军团 这个计划的名字叫 就做生命之权 那你看到的 应该就是他们人工升华的方法 太过粗暴了 强行将人丢进地狱里 去进行豪赌 最终成功升华的人只有三十一个 红手套就是其中一员 后来又因为后遗症 死到只剩下四个 这个计划就被叫停了 也就是说 红手套其实已经六十多岁了 怀世不可置信 对啊 没错 殴打老人的感觉怎么样 想到自己曾经被一个已经半残了的老人 几乎吊起来打 怀世就感觉到一阵魔幻 但更让他不敢置信的是 他曾经进入的那些地方 真的是地狱吗 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地狱 虽然听过很多次 但他没有放在心上过 直到亲眼目睹之后 才发觉 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那么离奇的地方 确切地说 一切被排除在边境之外的地方 都可以叫做地狱 红手套所体验的 应该是拜占庭他们在边境之外 进行探索时 找到的深渊碎片 大部分都是什么没有价值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用字面意义去理解的话 怀世 这个世界上 确实存在着地狱没有错 只不过 他们并不是死后的世界 而是已经死去的世界 由不知道多少个纪元之前的世界残骸 所堆积成的坟墓 在那里 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足为其 死去的世界 怀世问 世界也会死去 就好像人会死去那样 万物终将消逝 如果你认为那是死去的话 那就是死去了 乌鸦淡定地说 不过 我更愿意称呼那为涅槃和重生 一个轮回 好了 今晚说的够多了 你该去睡了 乌鸦转身 展翅飞向地下室 而怀世则起身走向楼上的卧室 就在那一瞬间 他们的动作双双一致 不约而同地回头 看向了对方 同时 感觉到命运之书传来的异常 怀世伸手 命运之书再度浮现 可这一次 不复往日的敬礼 命运之书微微震动着 好像收到了什么呼唤一样 向着怀世传达着某种讯息 这是命运之书 第一次主动向怀世表 露出什么异常征兆 怀世错愕地看着他 最后看向乌鸦 怎么回事 乌鸦沉默着 好像在分辨着什么 许久 忽然轻声笑起来 有趣啊 他问 你什么时候上学 后天周一 怎么了 乌鸦汉手 也就是明天有空咯 嗯 既然难得有时间 乌鸦思索了片刻之后 颇为妩媚地 向着他抛了一个媚眼 不如一起去约会怎么样 怀世翻了个白眼 挥了挥手 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 这女人终于疯了 莫名其妙地 在睡着之前 她忽然想 倘若刚刚跟自己怎么说的 是她的人形状态就好了 于是 一夜没睡 第二天 清晨 怀世被乌鸦弄醒了 背着一具小书包 十分期待的乌鸦 在她的胸前跳来跳去 起床了 起床了 少年 不守时的男人 可是得不到淑女青睐的 洗过头了吗 擦过脸了吗 刷过牙了吗 换好新衣服了吗 准备好见面的礼物和花束了吗 就在乌鸦的噪音攻击之中 怀世生无可恋地在家里挪动着 带着一双黑眼圈 好像行尸走肉那样地换好了衣服 洗了脸刷了牙 坐在餐桌前面 呆滞地将房叔端上来的早餐塞进嘴里 最后仰头灌掉了一整壶咖啡 再看一看墙上的时间 六点半 你疯了吗 怀世大怒 就算是去约会 大清早六点半你约个屁啊 公园都没开门好吗 乌鸦鸦跟没理他 这回他正在跟房叔说话 而房叔则弯下腰地上了早上修建苗朴时 摘下的一只小花 微笑着赞美 今日的女士看上去分外的有活力 乌鸦一只翅膀接过了花 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向怀世 看看老房看看你 学着点 怀世撇嘴 大家都是老狐狸了 姐姐 你跟谁讲聊斋呢 少爷 对女士之美心怀尊敬 可是绅士的必要品德 房叔一边帮他穿上外套 一边说道 然后在他们东西拿好了之后 帮他们推开门 而房叔预约的包日专车 已经等候在庭院中 先生请 身着制服的司机 带着白色的手套 向怀世弯腰行李 然后为他拉开了车门 最后 房叔将装着防晒霜 雨伞和外套的包放进车厢里 向他们汗手道别 我已经在市中心的布朗餐厅 为两位预定了午餐和鲜花 以及公园的游船套票 祝两位今日游玩愉快 看到了吗 男人细腻起来 有多可怕 乌鸦在怀世的肩膀上轻声感叹 学着点啊 小老爹 你有老房三分之一的功力 姐姐就不担心 你会一辈子打光棍了 怀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向房叔的眼神 变得无比敬畏 房叔 恐怖如斯 第103章 约会 说是快乐的约会 其实根本没有约会 也一点都不快乐 从早上到下午 怀世没有一刻闲的 从7点半开始 郊区公园 然后9点钟东区广场 11点南向商业街 1点钟新海游乐园 3点钟北郊清河划船 4点钟徒步纵穿整个新海 又跑到了码头区 然后5点钟的时候 又跑到东边的人民公墓 最后7点钟的时候 怀世回到室内 就算有车逮捕 他也还是感觉自己要死了 不是累死的 是被乌鸦遛死的 究竟是什么神经病 会闲着没事跑这种马拉松 是自己 竟然真得天真道 以为乌鸦只是嘴上说说烂话 实际上发现了什么线索 带着自己进行调查 结果他就是想要溜着自己玩 一天下来买了一堆东西 甚至在南向附近的花鸟市场里 给自己买了一个香芸母片的银制 雕花鸟笼子 神他妈鸟笼子 天底下会有鸟 给自己买笼子的吗 他是不是女人怀世不清楚 但他绝对不是一只乌鸦 哪里有乌鸦 每天半箱啤酒 夜宵还要吃一个砍加桶的 幸亏新海这坡地方不大 一天之内能够逛完 否则怀世觉得自己要逛到明天下午去 连学都不用上了 他现在就想知道 他这鸟笼子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这就是约会啊 少年 乌鸦愉快地 看着周围的景色 虽然很累 但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来 回想一下这充实的一天 然后告诉我 你快乐吗 怀世面无表情地提起鸟笼子看着他 你猜呢 我猜你一点都不快乐 这就是你没有提前做好约会计划的锅 乌鸦怜悯地撇着他 不过你放心 我很快乐就行了 就在怀世彻底失去动力之前 终于再一次感觉到 来自命运之书的震动 他愕然地抬头 同乌鸦齐齐 看向面前这一座繁华的大厦 现在可以确定 让命运之书共鸣的东西 就在那一栋楼里了 乌鸦摇头 嘖嘖感叹 只能说 你的运气真得不好啊 摸了一天线索 到现在才摸到地方 我觉得 一定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里有一个比较非 怀世看了一眼黑漆漆的乌鸦 然后将鸟笼塞进背包里 而乌鸦则娴熟地化作常人看不见的阴影 住立在了他的肩头 好像开高达一样的指挥着 那就走吧 非洲之星号 他愉快地吹了牲口哨 看看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们 实际上 大厦就是相当普通的大厦 一部分是写字楼 一部分是酒店 还有一部分就是普通的商场 毕竟万里广场这种商城 在全世界都很常见 那群美洲的商人简直无处不在 除了下层对外开放的商场之外 最上层的万里酒店 同时也是作为室内为数不多的五星之一 在新海 已经属于相当高档的场所了 要是以前 怀石可能来都不敢来 在橱窗外面看看标价 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毕竟腰包充盈 身份仿佛也变得不同 这种标价 他已经膨胀到 觉得自己可以进里面去仔细点多看一眼了 怀揣着别害怕咱就看看的想法 怀石昂起胸膛走进了商场 一楼化妆品 二楼女装三楼电子产品 四楼男装五楼餐厅等等等等之类的 一掠而过 怀石一开始还挺紧张 不停地左顾又看想要发现什么异常 可到最后命运之书完全没有任何移动 他已经开始一边走一边百无聊赖地刷朋友圈 给柳东黎那骚包货 在伦敦的自拍点赞了 那个家伙 平时装模作样的时候 道别倒是挺顺畅 真要走了 连个招呼都赶不打 害得怀石准备好的霸王豪滑板没送出去 砸手里了 现在只能自己用 结果害得他这两天的营养无处散发 除了肚子上的肉之外 头发也跟着疯涨 就在这里了 就在随意的漫步之中 乌鸦忽然发出声音 怀石抬头看去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商场的最顶层 只有健身房 影院或者类似于家具店一类 占地比较大的门面会开在这里 当他顺着乌鸦的视线看过去的时候 却看到就在电影院的后面 还有一家铺子的橱窗 靠着升华者的良好势力 他能够分辨出那些摆放在货架上的精致物品 好像是一个古董店 摆放在架子上的东西 多多少少都有些年头了 甚至那些贵橱 本身都是雕花繁复的古董家具 不论是铜制花瓶 还是银制的刀叉 镶着宝石的八音盒 乃至古词的餐具 都好像映照着金钱的光辉一样 压迫的怀石喘不过气来 你能争气点吗 一堆老家具而已 乌鸦瞥了一眼 这个不争气的家伙 怀石不敢置信 你确定就在里面 不信你拿着命运之书靠近看看 反应会很强烈的 乌鸦说 不过 我不建议 你这么做 毕竟命运之书有反应的同时 那里面的东西 恐怕也会有所感应 小心打草惊蛇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怀石问 看看 看看就知道了 乌鸦狡黠一笑 卖了个关子 我先进去打探一下 有什么玩意儿 说吧 它就溃散成了一片灰暗的尘埃 迅速地融入到空气中 除了只有怀石能看到的一个幻影之外 消失不见 毕竟如今的它 除了化为视像分支的本体之外 组成身体的大部分 都是一团特殊的炼金墨水 不但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颜色 达到光学隐身的效果 而且几乎不存在实体 随时可以变成一团灰色的雾气 可以说相当适合潜入了 怀石也没傻到 再眨眼地站在原地等 直接拐了弯 走进电影院里 随便买了一张票之后 就走入场坐在了后排 抱着爆米花和快乐水 喜滋滋地 开始等着电影开场 结果 影片上龙标刚刚飞过 它就眼前一黑 感觉到《命运之书》里有一段记录 强行塞进了脑壳 是乌鸦 通过自身和《命运之书》的联系 他竟然直接将自己所看到的景象 分享到了怀石的眼中 而此刻的乌鸦 已经掠过了前台和门店 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库房中 首先看到的 就是那个堪比银行金库一般的大铁门 还有两个坐在铁门前面的警卫 怀石愕然 一个破古董店 手背这么森严 要是古董店自然不会这样 但估计 这恐怕是万利广场自己的金库 别忘了楼上那么多公司 和那么大的铝店 贵重物品肯定要集中保管 乌鸦淡定地说 况且 现在万利集团正准备开发现金的市场呢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把摊子全面铺开了 这个店面将来肯定会转成 暗中对升华者提供服务的地方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还看到了一个正在装修的拍卖场 搞不好 这里也会有个拍卖行 万利集团也和边境有关 每周金牛街的巨罚 有几个和边境无关呢 况且 万利在边境也是大集团 垄断了好几个大型边境 和前线地域的资源 不论是原质结晶 边境遗物 还是药剂等等东西 都能在他们的市场里找得到 乌鸦化作烟雾 缓慢地渗入了金库大门之后 不仅不慢地说道 就算出现和命运之书有关的东西 也不奇怪 怀石敲着手里命运之书的封面 翻来覆去地看 忍不住问 难道这玩意儿 还是配套的 请你对曾经的天国 尊重一点好吗 乌鸦无奈 那好歹 也是无数亿之消亡后的归宿 收拢一切生命价值之处 天国这个名字 好像从哪里听说过 怀石挠着头 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天国吗 那要看你心中的天国 究竟是什么了 死后的世界 怀石试探性地问 那你不是见过那么多地狱了吗 乌鸦反问 死后的世界是否存在 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 地狱在一般人看来 往往是坏人死了之后去的地方吧 好人不是应该灵魂沐浴在圣光之下 然后长出一对白翅膀 飞到云端围在神身边唱赞歌吗 晚歌还差不多 这年头 神都快死光了 哪里还有心思听人唱歌 乌鸦吃笑 就好像坏人不会下地狱一样 怀石 好人也是不可能上天堂的 人死后 意识就会随着所有原质一同消散 而经过漫长的循环之后 回归白银之海 然后再次洒向城市 自始至终 天国不过是一个幻想 这个世界没有存在过那么温柔的地方 说到这里 乌鸦忍不住叹息 好像感慨万千 不论人类多么工于心计地去追求奇迹 到最后 所得到的 不过也只有地上的残影而已 而所谓的天国 便是这样的产物 嗯 怀石不减 那么 反正时间还有一点 让我们来说说一些被遗忘的往事吧 乌鸦轻声笑起来 好像在嘲笑 又仿佛感怀 在几个纪元之前 天文会曾经雄心勃勃地置顶了诸多计划 凭借着开拓地狱 而得到的近乎无穷物力 实现了诸多奇迹 简直好像手握神拳一样 哪怕是世界 也能够重新再造 纵然众神在世时 也未尝抵达过那样的巅峰 真是了不得的辉煌时代 而天国 就是天文会在盛极而衰之前的产物 第104章 所谓天国 提到那个时候的天文会 就不得不提及 当时他的统治核心 理想国的存在 在现代的会长未曾失踪之前 天文会作为当事巨头 旗下理想国 统侠局 存续院 技术部等等机构 可以说 都是随时可以调动 全世界力量的庞然大物 由无数升华者 对地域进行开拓 由学者们 组成的技术部 从一切所得中 汲取智慧和技术 再从存续院的 无数个实验室里 进行运用和尝试 最终这一份结果 由统侠局进行恰当 而慎重地分配 汇集陷阱 而这一切 都遵循着 由理想国所指定的 宏伟蓝图 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就在那个时候 天文会开始依托 世界轴心的大柱 创造出诸多奇迹 而随着白银之海的 成功探索和改造 下一步的天国 自然排上了日程 一开始 是试图进行 永生的探究 可很快就发现 这一计划的不现实 不 可以说是狂妄 世上未曾有过 不朽之物 哪怕是神灵 在一千年的时光之后 都会面对自己的衰亡 何况人类呢 当第一个天敌 老死在边境之后 有关永生的探究 就被暂时搁置 理想国退而次之 寻求抵御死亡的方法 可惜 死亡无从抵御 那么 再而此之 他们寻求如何避免 死亡带来的损失 或者说 如何保存生命的价值 这 就是天国的起源 在天国上未曾陨落的时候 人世间一切宝贵的睿智 都能够在损失之前得以保存 乌鸦的已经快要彻底 渗透保险库的外壳了 语气变得模糊 在死之后 嗯 怀世不解 人死了之后 原质不是就消散了吗 是消散了没错呀 乌鸦淡定地说 但这不妨碍 在死之前留下副本 不是吗 怀世愣住了 对 没错 所谓的天国 并不是灵魂的乐土 只不过是一个储存 有价值记录的地方而已 一个 图书馆 乌鸦轻声笑起来 一切宝贵的人之人 至都会随着辈分 而一同永存 在退让三度之后 这一份理想得以实现 可惜却并不长久 在百年前就陨落了 则则 那可是绿日的成名诈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被当作恐怖分子了吧 怀世沉默许久 低头看着手里的命运之书 也就是说 没错 倘若天国是图书馆的话 乌鸦的语气 意味深长起来 而你手里所拿的那一本 就是他的目录 如今他有所明动 自然不会是因为其他的东西 必然是天国的残骗 倘若能够得到的话 不只是命运之书会有所增长 就连你自身 也会有巨大的益处吧 若是运气好能找到有关兵机的记录 你连老师都不用去找了 这么好的东西 不会被天文会好好藏起来吗 部分是有收藏没错 但更多的记录 已经随着爆炸 一起沉入了地狱的深层里去了 找都恐怕找不回来 不过应该会有相当众多的记录集合体 活跃在如今陷阱 边境 或者是地狱里 据我所知 福士德 那个丢人的货色 就被逮住了 还有 拜伦 祭祠 雪莱 那三本原志诗集 好像也被提前拿走了 忏悔路 红楼梦 那几个 似乎就根本没跑 蹲在原地被好好收容了 估计现在日子过得也很愉快吧 乌鸦说 白金 那个蓝鬼 一定会藏起来 谁都找不到 罗生门 和 摩赫摩耶 这两个家伙 最近好像也有过消息 那些家伙 一个都不让人省心 你现在的程度 对付起那种聚合体 肯定很吃力 所以就不要想了 我估计在这里的 也就是一张两张的碎片 虽然有一些神异的效果 但不会让人联想到曾经的天国 也还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你大可放心 怀石瞄了他好久 好奇地问 难道你也是 不 我可和他们不一样 乌鸦仿佛笑了起来 相当的愉快 他们是命运的囚徒 而我 只是暂住而已 一瞬间 他穿过了保险库的大门 是种种警戒措施如无误 仿佛雾气一样 骤然出现在了 风存严密的金库里 触目所见 近数是原置荡漾的光芒 数十个箱子 被甚密地摆在了货架上 层层保险和验证 就在金库的中央 却有一双燃烧的眼睛 虎视眈眈地盯着 突如其来的乌鸦 是一只狼犬 在保险库正中央的石台之上 钢铁所胶筑成的猛犬 仿佛活了一样 睁开眼睛 他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了乌鸦的存在 猛然起身 躯干运动 便发出钢铁碰撞的尖锐声音 咧嘴 斩露尖牙 可随着雾气收缩 乌鸦的出现 他被看了一眼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胸向消散 呜了几声之后 又蹲了回去 乖狗 乌鸦满意的汗手 收回了视线 当他转身 看向身后的时候 怀尸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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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货架的钢化玻璃之后 一个个透明的罐子里 填充着淡绿色的溶液 悬浮在其中的 赫然是一颗又一颗的眼球 每一个罐子中 都有七八颗以上 倘若将第一排货架 全部计数在内的话 这里的眼球 起码有一百多枚以上 这只是看上去 最为圣人的东西而已 后面几排的罐子里 浸泡的不是心脏 便是看上去 古怪无比的兽类胚胎 乍一看 就好像进入了 某个神经病科学家的 实验室一样 恐怖氛围十足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 怀尸几乎吓得 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来电影院 不是为了 看这种恐怖片啊 只是很常见的 器官走私而已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吗 乌鸦瞥了一眼那些玩意儿 收回视线 放心 大部分不是人的 要说的话 人的眼睛太廉价了 完全没有边境走私的价值 相反 部分边境一种的器官组织 在药剂研究里 可是紧俏材料 简直供不应求 怀尸吞了口吐沫 你刚刚 说了大部分是吧 瞧你说的 乌鸦被逗笑了 一次冲好 难道不是资本家 最惯用的伎俩吗 你都买水货了 难道还能要求人家 给你正品吗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而我的建议是 你别管太多 乌鸦不再纠缠这个话题 掠过了前排货架 和那几件明显是 边境遗物的物品 没有去看 而是看向了角落里 那个扁平的盒子 他骤然失去体型 渗入了盒子的缝隙中 于是 怀尸便看到了 在红丝绒布上 被真儿重之 收藏的一张残叶 似是今年 早已经发黄 瀕临破碎的 上面写满了各种字符 隐约可以看到 太阳 狮子 蛇 和胚胎的手绘图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乌鸦愉快地笑了起来 虽然说在找路上运气糟糕 可巡物上却好运十足吗 这张记录残片 再合适不过了 什么 什么 一听说有好东西 怀尸眼睛都亮了 一张来自几百年前的炼金处方 分不出究竟原本是做什么的 但上面看天使的描绘风格 应该是圣日耳曼伯爵的手稿 网上追溯的话 应该有一丝 翠玉露的神髓 乌鸦嘖嘖感叹 这一次 你可赚大了呀 话音未落 他的身体骤然消散 回到了怀尸的肩头 怀尸恶然回头 笑容渐渐消失 你不是说我赚大了吗 对呀 乌鸦点头 怀尸瞪大了眼睛 那你怎么不拿出来啊 拜托 你让我一个侦测型的墨水瓶 去帮你偷东西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帮你丢个手雷 已经是极限了 乌鸦翻了个白眼 我就算想拿 我也得能拿着那么大一个盒子 从保险库里飞出来啊 你看我能吗 我连手都没有 那怎么办 怀尸傻眼 路我都给你探好了 视野给你全开了 你就不能自己去啊 乌鸦恨铁不成钢地瞪着他 黑吃黑 你还犹豫个屁啊 想办法干他娘的一票 不行 怀尸严肃地摇头 我去的话 那不就是偷了吗 合着我去就不是了吗 你偷是你偷 我装都不知道不就行了吗 怀尸叹息 况且 难道我们就不能想想正常的路子吗 上一次类似的炼金配方拍卖 一张不确定真为古代配方 最后的标价是一千一百万 乌鸦斜眼看着他 你拿头去买吗 算了 还是他娘的干一票吧 怀尸咬牙 伸手摸索口袋 想要找自己 作案用的面具和头套 却被乌鸦拦住了 怎么了 乌鸦撇着他 你觉得你刚出于心海 这里就有人搞事情 而且 你还恰巧曾经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 到时候 副处长会不会直接拿枪崩了你 啊 怀尸终于反应过来 按下一颗坐监犯科的心 要不还是算了 收集天国碎片 毕竟是你的使命之一 于情于理 不应该放弃 乌鸦撕存了片刻 忽然笑起来 但总要从长记忆 对吧 一人一鸟对视了一眼 意味深长 明明是在404的边缘疯狂试探 可怀尸却发现自己 竟然有些跃跃欲试 不在场证明 他低声问 对 乌鸦翅膀抱怀 极其卡通地 做出了一个思考的动作 爱情 不可能 怀尸摇头 他能亲手把我崩了 别说做伪证了 房叔 那也得有人信啊 况且他连门都出不了 怎么去给你做证据 就在沉思之中 乌鸦忽然莫名其妙地问 对了 你们笑情是这周哪天来着 怀尸眉毛挑起 一人一鸟 再度对视了一眼 既然是这样的话 乌鸦愉快地吹了声口哨 I have a plan 第105章 罚站 回到家之后 怀尸和乌鸦 蹲在地下室里商量到半夜 然后第二天开始分头行动 事实证明 坐监犯科是个技术活儿 尤其你正被当局 当作重点监控对象的时候 一人一鸟最终决定分工 乌鸦去准备犯罪工具 而怀尸则要负责去圆容 又不突兀地加入到孝庆中去 最好显眼一些 有个几百个不在场证明的那种 这年头 哪怕是黑吃黑 也是有翻车风险的 多找几条退路 总有被无患 第一次准备黑吃黑 怎么样装作经常为非作歹的样子 在线等 挺急的 怀尸心里 私存着整个行动的步骤 随手推开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大门 娴熟地挂起了谄媚的笑容 高老师 关于这一次孝庆 室内一片尴尬的寂静 怀尸呆立在门口 而在落下窗帘的昏暗办公室里 那个趴在办公桌上 气喘吁吁的男人抬起头 愕然地看向身后 连门都没敲就进来的少年 躺在桌子上的女人 第一时间捂住了脸 沉默中 谁都没有说话 怀尸后退了一步 关上了门 茫然地 看着走廊外的阳光 挠头 为什么忽然之间就来这么刺激呢 他发现 自己的犯罪计划 可能要胎死腹中了 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他努力平静下来 估摸着里面的两个人 快要穿好衣服了 再次推门进去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 谄媚微笑 高老师 关于这一次的孝庆 办公室内依旧寂静 高老师依旧趴在办公桌上 维持着刚刚实话的造型 正好听见那个 躺在桌子上的女人问 她走了吗 妈的 你们怎么性质这么好的 被人撞破之后 连衣服都不带穿的 呃 您继续 好了 喊我一声就行 怀尸吞了口吐沫 尴尬地后退 体贴地为他们关上了门 然后在下午的大太阳下擦着汗 愁眉苦脸地想着 怎么解决这档子事 自从上次他拒绝辅导 他侄子的提琴课之后 教务处的高主任 就开始看自己不顺眼 这一次心仇旧恨一起爆炸 怕不是要被开除了 要不干脆狠毒一点 一不做二不休 拿起手机冲进去 拍个几十张照片 然后逼他给自己开绿灯 顺带 还能勒索个几十万 一时恶念心头起 怀尸一咬牙 一跺脚 拿起手机准备冲进去 进行一轮狂拍 就听见身后恶然的声音 怀尸 抱着一堆文件的副一 好奇地问 你怎么在这里 散步 我在散步 怀尸的表情抽出了一下 快速地收好了手机 回过头来 向着他挤出笑脸 真巧呀 你也散步吗 我来提交一下 给明天孝庆准备的资料和报告 还有邀请到的孝友名单 副一疑惑地瞄了他一眼 你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昨晚熬夜了吗 对 没睡好 怀尸尴尬地笑着 岂止没睡好 而且还策划犯罪行动 熬到了四点 那你等我一会 我交完报告 请你喝红牛好了 副一想要绕过怀尸进门 怀尸却慌了 赶忙一闪身拦在他面前 不能进啊 不能进 嗯 副一歪过头 怎么了 门后面有妖精打架 你信不信 怀尸当然不可能这么说 也不想把他牵扯到这档子事里 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吭哧吭哧了半天 大然地冒出一句 我 你陪我站一会儿呗 嗯 副一越发疑惑 很快 眉毛微微挑起 轻轻一笑 好啊 他后退了一步 然后靠在怀尸旁边的墙上 站好了 这样就好了吧 他问 就好像真得陪着怀尸一起罚站一样 安安静静地吹起风来 怀尸愣了一下 回头看他 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进走廊里来 照亮了舞动的尘埃 还有他的眼瞳 就好像琥珀一样 有黑色的长发 从白色的校服上垂落下来 在阳光的映照里 一丝一缕 就好像泛起了细碎的光芒 在怀尸错愕的瞬间 他忽然将手里文件 全部都塞在了怀尸的怀里 然后就恶作剧成功一样的得意笑起来 怀尸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文件 摇了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也笑了起来 忽然之间 好像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 被抛在脑后 他依靠在墙上 看着窗外的梧桐树 在微风里摇摆的样子 细碎的阳光 便从树印中照下来 落在来往的尖头上 静谧得好像泡影一样 他长出了一口气 那些这些日子 萦绕在肺腑之间的焦躁 好像都随之而去 重新变得平静又安宁 好像是从肠梦中醒来那样 很快 他听见了门后传来的脚步声 有个女人推门而出 看到门外的两人 尴尬地笑了笑 后面的高主任将他送出来 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盒递给他 以后午饭我回去吃吧 老师让你送 给学生看到怪不好的 说了两句之后 将他送走了 高主任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两人 尤其是尴尬的怀尸 好像解释一样地说 我爱人 哦 怀尸慌不迭地点头 孝庆会的报告和名单吗 给我就好了 他直接从怀尸手里 拿走了那一达文件 看向负一 记得稍后再发一个电子版 到赵校长邮箱里 70周年校庆 好歹让他多批一点预算 负一笑咪咪地点头 还有 微电影的点子不错 不过校庆晚会的节目 高主任平静地低头 翻了翻覆一地上来的单子 抬头问 是不是少了点 负一好像早有预案 因为高三的大部分都在准备高考 高一学生节目不少 但质量都不是很高 嗯 那我帮你们想想吧 高主任回头看了一眼怀尸 你不是大提轻拉得挺好吗 好像还拿了不少奖 你也出一个节目吧 让大家看看 我们学校的文艺风采 啊 负一愣了一下 下一次的开口 高老师 怀尸他最近 正在备考专业级考试 而且 彩排都过了 没关系 我看他每天跑来跑去 也挺闲的 前一段时间 不还请了那么长时间的甲吗 有这精力 为学校做点贡献不好吗 对吧 他意味深长地描了一眼怀尸 高三了 快毕业了 不管是步入社会 还是进入大学 都要学着稳重一些 谨言慎行 不要风风火火地乱闯 说着 他对负一讲道 这件事就交给你来落实吧 不是正好有个单口巷上的人住院了吗 正好补个位置 怀尸一愣 心情顿时有些复杂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此行的目的 好像忽然就解决了 连口都不用开 而且 高主任好像也没想着 要灭他的口 或者威胁什么的 就不轻不重地敲打了一下 可以说是相当轻松愉快了 另一方面则是负一 他之所以来找高主任 而没有选择直接去找学生会里 分管这件事的负一 就是不想把他也牵扯进来 就算到时候他 恐怕不知道自己在做伪证 但何必将他牵扯进来呢 这种利用朋友的感觉 令他有些难受 最后 他终究还是无奈点头 行 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上的独奏吧 原本他只是打算 在学校合唱团里 混个伴奏的位置 现在看来 不冒点风险是不行了 而等交完资料之后 负一看向他的眼神 却分外古怪起来 独奏 就这么把我撇开单飞了 就独奏吧 怀石点头 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样 毕竟要再唱歌剧的话 排练时间也来不及了对吧 这 总觉得你在捣鬼 负一在自动售货机下面 取出了两罐红牛 并没有在追究什么 只是丢给他一罐 记得晚上彩排 别放我鸽子就好 一定 怀石扯开拉环 一饮而尽 犯罪计划第一步 搞定 大概吧 所谓的校庆 也就那么一回事 领导们讲个话 然后成功的校友们 出来讲个话 学生们再选个代表出来 照着稿子讲个话 然后进入大家都喜闻乐见的 捐款环节 最后再举行一个文艺会员 给领导和社会各方的 成功人士们展示一下 这些钱没有白给 而就在校领导们 领着大家参观学校的时候 大礼堂的后台 也盲成一团 校庆演出即将开始了 人来人往 几十个学生忙碌地奔走着 准备道具和最后的排练 还有电视台的摄影师 也在调试着灯光和机位 每个人都好像有活干 于是 角落里聚拢成一堆的人群 就分外碍眼了起来 怀石怀石 你皮肤变好了好多啊 是吗 推荐你用一下薄荷他们家的 最新款的那个叶霜 效果超好 你看你的皮肤 是不是每次洗完脸随便擦一下就完了 不能这样的 会伤皮肤哦 是吗 我都没注意 怀石 怀石 这一次 你也要表演节目吗 对啊 独奏 要给我鼓掌加油啊学姐 对了 你换手链了 这个绿松石品相很不错 这边再配一颗马脑就好了 绿松和马脑都是有助睡眠的 你看你耳朵下面这块皮肤有些油了 睡眠不好的原因 有没有吗 啊 最近准备考树理竞赛 熬了好长时间的夜了 推荐你用一下这一家的蒸汽眼罩哦 小黑眼圈效果很好的 睡前做五分钟 配合上我刚刚推荐的那款精华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连痘都没有的 诶 真的吗 怀石你手机一直在响诶 没事 可能是有什么人在找我吧 女孩子的群中 怀石低头扫了一眼手机 向着自己新交来的姐妹们 邪魅一笑 我先去情房拿一下东西 等会再聊 好啊好啊 在女孩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 俨然化身为大众情人的少年 转身走向了情房的方向 一路吊儿郎当地晃着脑袋 吹着口哨 然后打开了情房的门 看到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好玩吗 真正的怀石问